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注册在英属的维尔金群岛 这是著名的自由经济贸易区 因其税收方面的优惠 所以吸引了超过65万家公司注册在此 公司的总部位于英国的伦敦 武德大街88号 通过下面的网址 我们可以查得到 在英属维尔金群岛的金融服务协会的官网上 我们公司的注册信息和营业执照 一家好的公司除了合法经营 合法注册之外 还要有好的商业模式 Swiss Golden公司专注在黄金的产品 打造的是京东市的垂直电商平台 通过互联网 规避了传统行业打广告营销的模式 以网络行销的方案 只要帮助公司销售黄金的产品 就可以获得反例 走的是口碑营销 我们也只需要每位朋友介绍两位顾客 量量复制下去 这样到第三代就可以获得三倍的收入 并且一直循环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由瑞士德国的顶级黄金眼链商供应 纯度都是四个九 万竹金 他们分别是瓦尔坎比 阿格尔 赫利士 还有赫利士 以及德国萨 那如果我们想要选购黄金产品 只要点击官网的商店 挑选产品加入购物车 提交订单 并且填写地址 付款 运输即可 两周的时间 DHL快递就可以把黄金寄送到你的手中 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了解一下如何通过奖金计划来投资黄金 每一个人只要终身缴纳一次订金720欧元 折合人民币5500元 再帮助公司销售两个等值的订单 就可以循环拿满价值7000欧元的纯金套单 并且有机会升级获得27500 9800欧元的金条套单 我们如何来报单呢 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是用国际电汇 它公司支持欧元和美元两大币种 第二我们可以通过OKPay平台 它是一家欧洲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它是支持比特币来支付的 第三我们可以采用内部对冲的方式 购买机货券百分百进行对冲 那针对大陆的市场 我们建议新团队都使用OKPay平台 采用比特币来报单 因为比特币是数字加密货币 因其去中间化和匿名的特点 所以我们的支付路径和转账路径都是匿名的 那公司提供三种金条套单 它的定金分别是720欧元 2800欧元和9850欧元 相应的回报分别是7000欧元 27500欧元和98000欧元 那么在主套餐会收取20欧元的网络回物费 VIP和VIP加套餐分别收取的是50欧元 那这是这个网络回物费是公司的第一块收入 那么每一个黄金套餐都包含三个订单表 三个订单表循环之后呢 会进行再副头 开启新的黄金套餐 那我们以主套餐为例 当你完成两个推荐 直推一和直推二 分别也完成各自的两个推荐 那么你就出局 出局之后你获得2800欧元 此时系统会自动付头700欧元 让你进入第二张表进行循环 那么你到当的资金是2100欧元 公司会扣除一个10%的管理费用来发放 后面将讲到的领导奖 那么真实的收益是1890欧元 那么第二张表和第三表 第三张表出局之后都获得是1890欧元 当你完成这三个表后呢 公司默认为你付头你的本金700欧元 开取新的套餐 此后你可以一直循环下去 那么VIP套餐和VIP Class套餐 同理出局后翻三倍 单个订单表翻九倍 剩下一倍自动为你付头循环下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订单表是如何运作和变化的 每个客户都是运作在有这样七个空格的黄金订单表上 以图为例 赵大推荐了李二和张三 那他们三个已经付过定金入局 此时李二推荐了李和王五 李二完成了两个销售订单 张三推荐了孙六和周七 已完成了两个销售订单 那么这个时候 赵大出局循环至第二个订单表 订单表会从中间等分 那么李二和张三分别移动到初局的位置 上面会各自产生新的四个订单空位 那么李二推荐了你和王五 你又推荐了直推一和直推二 王五推荐了五一和五二 分别各自完成了两个销售订单 那么此时李二初局就会循环到他的第二张订单表 此时订单表从中间等分成两个新的订单表 你和王五分别移动到初局的位置 那么直推一和直推二分别完成两个销售订单 此时你初局循环至第二个订单表 如图所示 当你完成两个推荐 你的直推一和直推二各自完成两个推荐之后呢 你初局循环至你推荐人所在的订单表 也就是你要去的第二张订单表 那么在这里 初局者是始终跟随推荐人的 并且在推荐人的订单表上公排排位 如箭头所示 李二推荐了你和王五 当你先行出局之后 你会回归寻找你的推荐人 到李二的左上方的位置 就近落座 那么王五也出局 他会回到李二右上方的位置 就近落座 那如果有的朋友推荐 想要推荐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朋友 那如何呢 我们这里呢 新订单表上推荐的新人 会始终与自己在同一个订单表上 底图中的箭头所示 李二想要推荐 除你和王五之外的第三位朋友 零零 那么他推荐的朋友 就会在一个新的订单表上 落座 那这个时候 赵大想要推荐除李二和张三之外的 第三位朋友 XX 那么他推荐的朋友 就会也会在这个订单表上落座 那么这个时候 订单表 再次被填满 赵大 我们每一个人出局之后 公司都会按照当天的伦敦的金价 为客户购入等值的黄金 我们拿到黄金之后 如何处理 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 我们可以选择把黄金存储在 专门的黄金存储机构 那我们的合作伙伴 是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Pro Auron 右图中 金色的黄金就是这家公司 那我们还可以选择用快递的方式 用DHL 把黄金用两周的时间寄到你的手中 那第三 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 我喜欢现金 那我可以选择变现 我把黄金出售给公司 公司进行回收 那么公司就会把相应的欧元 打入你的欧元账 当然公司在进行黄金回收的时候 会进行折价处理 那么从一克到一百克 差价从三十 百分之三十五 到百分之四 那公司买卖黄金的差价 就是公司的第二款收入 那我们通过奖金计划 得到黄金之后变现以后的收益呢 就如图所示 我们投资一个五千五人民币 参与到了七百二十欧元的主套餐中 我们出一局就可以拿1.35万人民币 那我们出三局可以拿4.05万人民币 此时我们可以选择进行套餐的升级 我们投资一个两万一人民币 进入到两千八百欧元的VIP套餐 只要我们带领主套餐里的两位伙伴一同入局 那我们出一次就可以获得5.25万人民币 循环三局我们可以一共获得15.75万人民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升级我们的套餐 我们可以用赚到的钱投资一个七万一人民币 进入9850欧元的VIPPLUS套餐 那我们还是只要带着之前主套餐的两位朋友一起入局 那我们出局一局就可以获得18.35万人民币 那我们循环三局就可以获得55.05万人民币 自此我们三个套餐齐开 我们循环九局可以一共获得65.65万人民币 那有人会说如果套餐升级之后老套餐是否还在 那我们只要推荐了老套餐 老套餐还在 而且三个套餐一直可以循环下去 只要我们出局的速度越快 出局次数越多 我们获得奖金 那我们拿到人民币以后如何来提现呢 我们可以选择第一用国际电汇的方式 用欧元来电汇 单笔会收取36欧元的手续费 第二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欧元转到OKPay平台 我们OKPay平台里支持比特币的出金 我们可以用比特币进行国际平台之间的套利换汇 第三我们可以帮助新人报单 或者是内部账户互转 买成机货券帮别人来对冲 那第四我们可以办理一个UWC和万事达联名的美币卡 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一个主动的收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司提供的被动收入 就是领导奖金 领导奖顾名思义 就是当你具备领导人的资格之后 从你的咨询线开始往上下 任何一个伙伴出局 你就开始积累积分 并且领取奖金 那达成领导奖的条件是 你只要带动你的两个直推和各自的两个直推 共六人 分别从自己的订单表中 第一个订单表中出局 那么你就具备了领导奖的资格 那如图所示 从一击分开始累积 那此时每一个积分的奖金额度是15欧元 当你积累满100分之后 你就开始升级到领导奖的二级 每一个积分的奖金是20欧元 那领导奖的计算方法 也就是用每一位出局伙伴时候的奖金 扣出一个10% 再出一个500的长量 就可以得到一个 换出一个积分 积分乘以相应的奖金额度 再乘以汇率 就是一位伙伴出局 你可以拿到的人民币的奖金 我们以主套餐 720欧元这个定单表来举例 出局一位伙伴 他可以获得2100欧元 扣除10% 用来发放领导奖之后呢 会得到1890欧元 除以500 就得以3.78积分 那我在领导奖一级的时候 3.78乘以15 就等于56.7欧元 那我换算一下 一位朋友出局 我可以拿人币397元 那如果我们今天是在 2800欧元的VIP套餐里 出局一位伙伴 可以拿7425欧元 那么我相应积累的积分 是14.85积分 我在领导奖一级的时候 我可以获得人民币1559元 那如果我们今天是在 9850的VIP 套餐里 出局一位伙伴 可以获得26460欧元 扣除500的常量以后 就会得到52.92积分 那么在领导奖一级的时候 我就可以得到793.8欧元 对应的是人民币的5557元 那依照此方法 如果当我升级到领导奖 六级的时候 那我出局一位伙伴 可以给我积累的奖金 是151.2欧元 是人民币1058元 如果我今天做的是 9800欧元的VIP套餐 那么出局一位朋友 就可以获得11818 人民币 那公司是一家合法的公司 它向每一位客户承诺 是只要14天之内 你想要退出 都可以无条件的 转让你的订单 那如果你14天之后的话 你仅需支付一个 20欧元的转让费 就可以把你的订单 转让给新的保单的人员 那么第二 就是在订单的程序期间 任何时候 你只要补足余款 至7000欧元 27500欧元和98000欧元 那你只要购买 相应的等值的套餐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订单 提前完成你的订单 那第三 如果有的朋友 没有完成两个销售订单 并且三次空单出局 那么公司会扣除一个 20欧元的网络管理费 剩下的700欧元 将会为你购买黄金 前面我们讲到了 公司提供的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 公司每年会为优秀的领导人 提供两次的豪华的 游轮会的竞赛方案 那么2014年的夏季游轮会 我们的领导人 就是Aulissa Lear 女士 有幸参与了公司的豪华游轮会 那么她也获得了公司奖励的 杜金的兄章 2015年冬季的游轮会上 公司是在 迪拜举办的 从2月11号到2月17号 举办了七天六夜的豪华 游轮会 那怎么来参与这个领导人 游轮会呢 它的竞赛规则是念向所有的会员 不限你的套餐的级别 不论是720欧元 2800欧元 还是9850欧元 那么竞赛是以积分累积制 以积分的高低来决出名次 它的竞赛周期是每半年期间内 以你新增部门的业绩为积分的记录基准 官网每天都可以更新你的排名 竞赛结果会在每年的 1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公布 只要排进全球前15名的会员 都可以免费参加公司组织的豪华邮轮会 那么今年2015年的夏季邮轮会 用在全球排名前15的榜单里边 已经有7位的中国伙伴入局 也就是说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取得如此总统的成绩 相信那么在这个月底 也就是7月1日会有更多的伙伴的积分不断的累积 会有更多的中国伙伴进入全球前15名 也是因为中国市场的迅猛的发展 在2015年的5月 我们公司的运营官和公司的 和我们的领导人都来到了首都北京 和我们当地的优秀领导人见面 并且深入交流了公司的一个价值远景 在今年的3月21日 日本的明古屋和3月28日 贝利宾的马尼拉公司都举办了国境性的会议 那在接下来的7月3日到5日 公司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举办新一次的国际大会 那么公司运营官也向我们承诺 在今年的9月份 公司会预期举办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大会 同时他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一个规划 公司目前的总部是在英国的伦敦 那有两家分公司 分别是在俄罗斯的圣比德堡 和德国的斯图加特 当中国未来超过10万会员的时候 会在中国设立分公司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 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Swiss Golden 也欢迎你们一起加入黄金俱乐部 Be the best Have the best Chin